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證實 註護辦一名內地職員 今日在辦事處不幸離世 消息指 事實是香港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蔡良的女秘書 她是內地人 今日在辦公室內被發現自殺失望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指 註護辦主任及所有人員 心感悲切及縣識 向該同事的家人致意深切慰問 亦會為其他同事提供情緒支援服務 並且會同負責安排 聘請做辦本地員工的上海外國機構服務公司 盡力為她的家人提供識次協助 有報導說 死者已在辦事處工作三年 上星期四即是年30晚被辭退 今日中午在蔡良辦公室內上吊自殺 雞中午井 太陽